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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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启发俱乐部 我经常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 就是很多买票来的观众都说 其实我们并不在乎听到是什么 对 来就行 这让我们在准备内容的时候 内心充满了一种惶恐感 我在准备什么 他们不关心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有意思 它其实就说明了线上和线下的区别 线上的时候是我们说什么很重要 你听到什么知识很重要 而线下当我们聚起来 我们这群人为什么今天要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精力 我们要共度这一个晚上 它跟我们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世界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 这一天 在此地 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从此进入你生命 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片段 而这个片段 可以让你的生命的自我感知 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线下的价值 所以我们的努力 和我们请来的讲课的老师的努力 就是让今天这一晚上 在我们的生命中 打下一个深深的印记 好 那下面就进入直播的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叫带货 现在哪有直播不带货呢 对吧 这门课真的是折磨了我们太长时间 当然主要折磨的不是我们 而是王立明老师 他是一个那么快的一个写作者 就像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出来 我们说王立明老师给解读一下呗 然后他就在知识城堡里 写了一大篇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说写得真好 他说 我不过花了五分钟 我们在群里 我们一帮人就很气 我们说这不是很凡尔赛吗 然后王立明老师出了一个坚实的证据 告诉我们他真的只花了五分钟 但是这门课 王立明老师的进化论五师奖 他花了两年时间去打磨 五师奖的进化论的课 其实不是他自己 而是我们拿到这个稿子的编辑 和我们的总编师老师 包括我本人 看了稿子之后我本人 我们敢说 这就是目前全世界 这个牛我真的不怕吹 来 认真地吹一下这个牛 这就是人类迄今为止 你紧张什么 这就是人类迄今为止 对于进化论的 最好的一个版本的课程 最完备 虽然它不便宜 要199块钱 但是这199块钱还不值吗 你想 当年的达尔文 乘坐小猎犬号 周游了全球 回来折磨了自己 在灵魂中折磨了自己 几十年不敢下笔 好不容易下笔把它写出来 然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 200年将近的那个论战 不断地演化 不断地推敲 最后形成了这个 磅礴的 进化论的理论体系 而你199就拿走了 开玩笑啊 这门课的价值和它的品位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不然也不敢拿出来奉献给得到的同学 其实就在今年上半年 我请教了一个哲学老师 因为当时我们想做一门哲学课 我就跟他闲聊 我说就你所见 在人类的所有思想史上 如果只说一个哲学家 他最重要 这个人是谁 他说你要说一个哲学家 我说不出来 但是我可以说两个人 很重要 就如果其他人都不要 只要两个人 我说那是哪两个人呢 他说第一个人是柏拉图 第二个人是达尔文 我说这个很新鲜啊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归类达尔文 不在哲学家的这个门类里面 达尔文是生物学家 他是因为这两个人奠定了 人类看待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 柏拉图的方式就是 我脑子里想一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影响世界 他奠定了这么个东西 对吧 如果你是电视剧的编辑 最近兴起了那个叫什么沙 剧本沙的老板 那你确实走的就是柏拉图的路线 你在脑子里构想一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就可以把你的脑子投射到这个世界 然后塑造它 这是一类思想 还有一类思想就是达尔文开创的这个传统 就是咱把自己拿开 咱们是谦逊的 苍白的 也是可怜的一个小小的生物 我们被命运抛洒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进入我们的环境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怎么想根本不重要 天地不仁啊 以万物为除狗啊 那我们这个可怜的生命 在如此复杂的系统当中 如此漫长而莫测的时光当中 它会遭遇什么 它会演化出什么 这个思想传统是由达尔文开创的 所以这位哲学老师跟我讲 他说人类这么多思想家 这么多文字 蝶床假屋的著作 其实无非就是这两种思想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柏拉图和达尔文 恭喜各位 今天晚上你们会拿走其中一半 好 这是王立明老师的这门课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立明老师给我们讲 进化论对于我们应对复杂环境 在复杂组织的演化当中 它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那我自封一下 我是大家的学习委员 所以课代表 所以王立明老师讲完之后 我会再上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受到的启发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立明老师 谢谢 好 各位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啊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这儿 把人类思想的一半精华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聊一聊 那当然了 我是 如果说罗胖是今天晚上 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委员 那我就谦卑一点说 我是人类这一半重要思想的学习委员 希望能用这种姿态 把进化论思想带给大家 那当然了 这个进化论是一个 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的 非常复杂的思想 而且它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生物学本身啊 所以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进化论整套思想 用一个非常快三式的方式告诉大家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个当我接到这个 启发俱乐部的邀请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能够在进化论思想上 切出一个小切口 能带大家从那个小切口里 看看这个思想到底长什么样 以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刚才 罗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就是 进化论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它当然是一个 脱胎于地球生命现象的 对生物学现象进行解释的思想 或者说理论 那我们知道啊 大家如果还对中学生物课 有那么一点印象的话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就是生物课在你们看来 虽然这个在高考里啊 在分班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把它归入这个理科 对吧 数理化这个生物地理 这些都算理科 然后正史地理算是文科 但你们可能会有个感觉 就是学生物的时候 学的那个感觉 不像是学一个理科 反而像学一个文科 因为生物课里 会告诉你们大量的知识点 大量的事实 但是呢 这些知识点和事实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逻辑 就总是充满例外 对吧 这个不像 我们举一个反例啊 就不像你们在中学学物理的时候啊 有几条简单的定律 比如这个万有引力 牛顿三定律 你就可以推导出 各种各样复杂系统怎么运行的 但生物好像不一样 每一页都会告诉你 一些崭新的知识 然后这些知识直接 似乎缺乏一个共同的逻辑 把它给串起来 所以学起来就不像 一门理科 对吧 像一个需要死尽背的文科 那这个想法呢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因为生物学确实是一个 非常复杂 而且充满例外的学科 那我们生物学家 经常拿这个事儿 给自己开玩笑啊 说我们这门学科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 never say never and never say forever 就是永远别说永远 永远也别说不 因为总能找到例外嘛 那这当然是一个 让人非常痛苦的事情啊 不光是大家 学生物的时候痛苦 那我们作为生物学家 研究生物现象的时候 其实也挺痛苦的 对吧 因为找不到放直四眼 而接准的 所谓的普世的定律嘛 那实际上 我今天要说的第一条 就是如果你抛开 所有这些复杂的 事实本身来看的话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生物学里 是有一个理论 能够把所有这些复杂的 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说 可以说是混乱的知识 给穿在一起的一个 我叫它生物学里的 大统一理论 那就是进化理论 那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进化生物学家 杜伦斯基说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的 能够概括 进化论在生物学里的地位 叫若无进化之光 生物学毫无意义 它的原文说的是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就是如果你不带着 进化的眼光去理解 这些复杂的生命现象的话 你又确实会觉得 它好像就像一门文科 这些知识点 需要死进一杯 因为没有逻辑嘛 但是如果你拥有了 进化这个工具 这个方法论 或者说这种理解 生命现象的眼光的话 你其实会发现生命现象 不管它再复杂 再多变 再充满例外 最后实际上是有一个 普世性的大统一的理论 把它穿在一起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条 就是它首先 对于生物学 是一个革命性的 至关重要的理论 但今天我要说的 主要还不是这一条 而是 如果我们带着这句话 去理解 进化论在生物学中的地位的话 你会意识到 实际上 进化论在生物学里 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一个 不需要指挥官 不需要上帝视角 不需要设计思维 就像罗老师刚才讲的 柏拉图的这种设计思维 而是自然而然从无序中 走向有序 从没有现象到有现象 从简单的现象走向复杂现象的 所有的东西 只要它符合这种自发的 从简单走向复杂的这种规律 它都可以用类似 进化的这种思维方式来解决 那大家可以想想 生命当然是这样 它没有任何设计者 对吧 没有指挥官 它是自发地从自然界出现 然后逐步走向复杂 走向人类 我们今天这样的高度智慧的物种 对吧 但除了生物学之外 你也会意识到 在人类世界中有大量的问题 实际上虽然不是生命现象 但同样符合这种自发出现的秩序 同样符合这种从简单自发地演化 变成复杂现象的这种规律 也就意味着 进化的思维实际上 在生物学之外 也有非常广阔的用武之力 能够解释刚才我说的 所有这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根源 或者说背后的规律 从这个角度讲 几年前我和老老师 第一次在聊《进化论》这本课的时候 大概是两年多以前 我当时脑海中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 就《进化论》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工作中 在思考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很多时候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或者没有人解答过的复杂问题 这个时候呢 也许人类知识里 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和理念里 已经找不到一个经验或者说定理 或者说理论能够帮助你了 但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入到生物世界里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世界 从它出现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四十一年了 在这四十一年的时间里 地球生命实际上是经过天文数字一样的 反复的试错 反复的迭代 反复的演化 那最终走到今天的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想象 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 所有能够让复杂系统运行起来的成功的经验 都已经被进化便利过 同时呈现在今天的地球上了 但反过来说呢 所有那些不成功的教训 也应该已经被地球生命在四十一年的历史上 经过反复的试错和迭代 也尝试过了 然后放弃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如果我们在面临所有的复杂问题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解答的现成的方案 或者说迟早的时候 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入到生物世界里 应该在那里能够找到帮助我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这是为什么我说进化论 是地球上唯一靠谱的成功学的原因 所以在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内 我就希望带着这句话 进化论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这句话 来和大家一起来理解一些复杂系统中会遇到的问题 甚至是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当然了 既然叫唯一靠谱的成功学 才能解决的问题肯定很多 今天我想了很久 决定挑一个 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复杂组织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一个 本身就是 除了我们人个体的能力非常强 我们有一颗非常硕大而且发达的大脑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 我们人之间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协作 各种各样的组织 能够实现 渺小的个体无法实现的伟大任务 对吧 那这种组织当然可能是社区的组织 可能是学校的组织 可能是工作里的组织 也可能是宗教和政治的组织等等等等 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一种组织 大家可能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至少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回望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 我们会意识到 各种各样的人类组织的形态 实际上也在发生类似于 从简单到复杂 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那今天我们几乎 大家能想到的所有的组织 都在变得非常复杂 对吧 大家想想自己工作的公司 大家居住和生活的社区 大家读书的学校 对吧 包括我们生活的国家 我们身属的世界 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组织已经变得复杂到 不再是任何一个人类个体 能够亏其全貌 然后对它所有的运行规律 已经理解了 那甚至大家在工作中 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 为什么这个组织 一定要复杂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明明看到 它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 有各种各样的冗余 完全不需要存在的多余的事物 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没有解决 为什么它仍然要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运行 以及当我看到 这个组织的强大支柱和弱点之后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希望用进化的眼光 来和大家理解一下 当面临复杂组织的问题的时候 生物学或者说进化论 给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那首先呢 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强调的一样 就和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人类组织一样 它天然 生物组织也一样 它天然有一种 要从简单向复杂演化的 这么一种内在的趋势 那这个就说到进化论上 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大家如果对进化论 完全没有知识储备 你可能会天然觉得 那进化当然是一种 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 像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 应该早在三四十亿年前 就已经形成了 那像我们人类这种高度智慧的生物 以及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 要到最近几十万年 甚至一万年之内才开始形成 所以看起来 它确实在时间上 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引进规律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对进化论有一点了解 你会意识到 这种想法可能不对 比如大家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寄生虫 因为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 显然经过了一个所谓的退化过程 因为当寄生虫在人体中生活的时候 它已经不需要自己去寻找食物了 所以它的感觉系统 就大范围的退化了 对吧 同时它也不需要主动的消化食物 因为我们人的消化系统 已经把食物消化好了 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也大范围的退化了 它最终只留下了比较强悍的防御系统 防止它被人的免疫系统给杀死 也留下了非常强悍的生殖系统 保证它能够高效率的繁殖后代 对吧 从这个例子来看 那你可能会说 进化其实不是从简单到复杂的 单向性的发展过程 它也有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性的趋势是 伴随着进化的时间的推移 那所有生物组织的平均的复杂程度 确实是在向上升的 因为毕竟三四十一年前 地球上没有像人类这样的复杂生物 也没有像大象像蚂蚁这样的复杂生物 对吧 那个时候主要是单细胞生物 所以它的结构是很简单的 那这背后首先就有一个 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道理 就是当一个系统在自发演化的过程中 如果你不给定方向的话 它尽管会出现从简单到复杂 也会出现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化规律 但是宏观来看 它一定是平均而言从简单越来越复杂的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所有的组织要出现 它有一个基本的底线的复杂度需要保证 就像大家如果要成立一家公司的话 它至少要有几个关键的岗位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它对复杂程度有一个底线的要求 但是它没有上限的要求 它只要时间足够长 这个环境资源足够多 它一定是可以逐渐地演化出 你无法想象的复杂程度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结果就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底线的复杂度 无法向下继续简化 但是向上是没有天花板的 那只要给定时间足够长 那自发的演化最终一定会产生 平均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组织 对吧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呢 如果大家意识到这一条就马上会意识到 我们周围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 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它不会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复杂组织 你意识到它中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于是你觉得复杂是不好的 你需要抗拒它 克服它 把组织重新带回简单 重新简化它 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给定足够长的时间 一个组织就一定会呈现出 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趋势 这条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背景 那带着这个背景 我们就需要看一看 既然我们 如果我们接受复杂程度的上升 是一个必然趋势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就不是消除和打破这种复杂性 而是找出方法来应对这种复杂性 来解决复杂性中出现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问题 对吧 那关于这条呢 生物学 或者说生物世界里 其实我给出了我们三个非常有趣的 而在我看来 对我们人类社会的组织 也有非常多的 启发性的 应对复杂性的方案 我叫它三种复杂性解决方案 那分别是这个屏幕上展示的 我叫它细菌型组织 大象型组织 和蚂蚁型组织 那这种三种方案 我们等会儿 我会和大家分别来剖析 你会看到 它能在人类社会的组织心态中 找到非常有趣和有启发性的对应 甚至也能对于 人类未来世界的组织心态 应该长什么样 可能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 沿着这个路径来分别讨论一下 生物学里应对复杂组织的 三种解决方案 那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细菌型组织 那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 因为细菌我们知道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一个细菌就是单个细胞 而且在大家的印象中 可能细菌是一个单打独斗的 不需要组织的生物个体 因为你想它繁殖也不需要找配偶 直接进行一次细胞分裂 一个细胞变成俩 它就可以完成这个繁殖后代的使命 它这个寻找食物也好 逃避天地也好 它完全是靠自己来完成的 它是一个看起来 它好像是一个不需要组织的 这么一种独行侠视的生物 那实际上大家这种理解 可能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就是细菌这种这类生物 在它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当中 绝大多数时间确实是一个 不需要组织的单打独斗 就能生存下去的 这么一种生物个体 但是我接下来会和大家讲到的 就是即便是像细菌这样 几乎所有的生存使命 都可以自己完成的生物 它在生活史中的 一小部分特定的场合 也仍然需要组织起来 完成一些生物个体 单个的生物个体 无法完成的重要任务 甚至是复杂任务 我们会看看它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在这先给大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可能很多人 大家现在都比较重视 口腔的卫生 你们可能会意识到 大家定期洗牙 每天刷牙 对吧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一段时间 不注意口腔卫生的话 牙齿上会长出 所谓的牙菌斑 有一块颜色比较深的 色素一样的沉着 出现在你的牙齿上 其实牙菌斑本身就是 一种特定的细菌性组织 它会一夜之间出现 附着在你的牙齿上 然后保证它的结构严密 和这个 结构非常严密 防御功能非常强 使得你那个时候 当它出现之后 你再靠刷牙 或者简单的口腔清洁 实际上已经无法去除它了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细菌性组织 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 单构细菌是很容易被杀死的 对吧 如果我们的口腔中出现了一个细菌 那不管是我们的唾液 我们口腔里的免疫系统 还是刷牙 很容易就可以把单构细菌给破坏 清除出我们的体外 但是如果细菌想要在这种复杂 和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它就需要借用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 来保证它的安全 和保证它的生存 这是细菌这一类单个的生物个体 要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在这儿呢 我用一个非常经验的 生物学上非常经验的例子 来和大家进一步论证一下 这种所谓的细菌性组织长什么样 以及它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那这个例子呢 发生在一种非常有趣 非常漂亮的生物 一种乌贼 这种乌贼的名字呢 叫夏威夷短尾乌贼 它生活在夏威夷附近的前海的海域里 那这个乌贼呢 它本身和其他的这个 大家熟悉的 甚至在大家餐桌上会出现的乌贼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这个乌贼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会发光 注意啊 这个乌贼本身不会发光 它之所以能发光呢 是因为它的体内 它的腹部 寄生着一群能够发光的细菌 这些细菌的名字叫肺氏护菌 这些细菌呢特别很有意思 它会寄生在这个乌贼的体内 聚集在一起 发出非常明亮的荧光 那这种现在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个用处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讲讲对乌贼有什么用啊 这种乌贼呢 我刚才讲啊 它生活在夏威夷附近的前海海域里 它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 到晚上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来 在前海的海底游泳 抓捕这些小鱼小虾作为它的食物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乌贼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前海 这个海底出现了一只乌贼 如果是阴云密布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隐蔽的 因为大家看不到它 但如果是在晴朗的月夜 它出来捕食 月光照在乌贼的背上 就会在前海的海底 产生一个微弱的阴影 那么这个阴影就会 把它潜在的捕食对象 那些小鱼和小虾给吓跑 所以这样乌贼在明朗的月夜 出来捕食是找不到食物的 那这个时候 它体内寄生的这种发光细菌 就派上用场了 这些细菌在它的腹部 能够发出明亮的荧光 恰好能够消除月亮产生的阴影 就产生一种类似隐身的效果 现在月夜捕食的时候 这个乌贼因为它能够发光 因为它体内的细菌能够发光 所以它就隐身了 它就可以更好地抓到它的食物 那当然它的生存机会就变大 对吧 因为它的生存机会变大 所以它体内这种能发光的细菌 生存机会当然也变大了 这是一个对于乌贼和细菌来说 互惠互利的结果 对吧 那说到这儿 其实还没出现细菌性组织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对于乌贼体内的细菌来说 如果只有单个细菌 或者很少量的细菌寄生在乌贼体内 这个时候它发光有意义吗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单个细菌毕竟体量很小 它单个细菌发出的光是不足以消除乌贼产生的阴影的 所以这个时候 单个细菌发光对乌贼没有任何价值 反而会浪费细菌自己的能量 降低自己细菌的生存能力 对吧 所以细菌就需要发展出一个能力 就是当它检测到周围细菌的数量不够多的时候 它就拒绝发光 把更多的能量用来繁殖后代上 那直到它繁殖的后代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同时它意识到自己周围的同类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它们就同时开始发光 来保证它能够发出足够明亮的光 来保证乌贼的生存 从而间接地保护自己的生存 这中间的生活学过程非常复杂 在这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大家会意识到 这种生存策略第一 它能够保证乌贼的生活也保证自己的生活 第二 这种生存策略就把细菌 它肚子里的这种肺氏胡菌的生活 整个生活历史 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单打独斗的阶段 这个细菌只需要 在周围的它的同类数量比较低的时候 它只需要 它完全可以忽略到其他个体的存在 认为这个世界上只存在它一个个体 它可以独立地完成捕食 独立地完成繁殖 这些所有的任务 这是它生活史的单打独斗的阶段 但同时呢 当它发现自己周围的同类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集体活动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中它需要做的事 其实也很简单 只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同步发光 来保证它消耗自己的一点能量 来保证乌贼的生活 从而间接地保证自己的生活 对吧 它把细菌的生活史 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当然中间有一些复杂的生活过程 来保证它这件事能发生 但是整体而言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忽略到细菌的特征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想想这种 大部分时候单打独斗 少部分的时候需要集中起来 完成某一个特定任务的 这么一种组织方式 是不是在人类世界中也能找到对应关系呢 那在我看来 它就特别像我们人类世界在产生文明之后 在整个农业时代产生的组织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想一想 当然人类的农业组织显然比细菌要复杂得多 但是我给大家讲两句 咱们中国古人的古话 我们可以和细菌型的组织来对比一下 一句话是在庄子里出现的 鸡壤歌里出现的一句话 叫《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地利与我何有哉》 就像大家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可能学到过 它说的是什么呢 描述的是一个农民 在没有重大使命 没有重大任务 国家没有让他去当兵 没有让他去打仗的时候会发生的事 就是我每天 我是自己自主的小农经济 我就种我的地 收我的庄稼 建设我的家庭 生我的孩子 所有这些事都在自己完成 实际上这个时候有没有所谓的皇帝 对这个农民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 最好没有 对吧 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 用来自己的生存和繁殖上 那另外一句话也很有意思 也是中国古人说的 来自左传的话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叫《国之大事为四与荣》 国家的大事只有两件 一个是祭祀 一个是打仗 那在整个农业时代会看到 只有在极少数特定的场合中 那这些原子化的农民才需要被组织起来 完成一两件特定的任务 比如说兴修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 比如说进行一场大型的祭祀活动 比如说完成一场大型的战争 那所有这些事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单个的农民是完成不了的 那这个时候它需要被组织起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实际上 我们再用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学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证明农业组织 非常像细菌型组织的这个特点 那就是在税谷地刑检发掘之后 大家意识到中间在那个考古挖掘中 找到了一封当时的一个秦国士兵 从前线写给他家乡的一封信 说呢告诉他家里的父母 要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秋天要换的这个衣服 和购买这个食物的钱给寄过来 否则他自己就要动饿而死了 所以你看在那种高度组织化的秦国军队里 其实单个士兵的生存也好 他的衣服也好 他的食物也好 甚至他的兵器都需要他自己来配备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结构就非常像一个细菌型的组织 对吧 大部分的时候 一个农民 一个青壮年的成年男性农民吧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一家老小 他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原子化的个体 但是在极少数的场合 他需要被组织起来 完成一件特定的任务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有点像他们描述的 这种肺氏胡菌的生活状态 在医生当中的大部分时候 他只需要负责自己的繁殖和生存 但是在少部分时候 当特定条件触发的时候 对于细菌来说 当然就是种菌密度足够大 那对于农民来说 可能是政府国家的一个命令 他就需要组织起来 完成一个特定的使命 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奇妙的相通的关系的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看 这种细菌型的组织 或者说人类社会中的农业组织 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这块我们从细菌型组织的测试 来找一点对应关系 那首先 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可能最明显的优势是 它生存能力特别强 原因很简单 因为细菌型的组织 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组织 大家想象一下 污贼体内的发光细菌 实际上在这个细菌的群体内 没有任何等级和分工的需要 所有的细菌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指挥官细菌 告诉他你们现在都要同时发光了 也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指挥官告诉他们 你现在不需要发光 可以自己去生儿育女 这些细菌是单个的来检测 环境中的同伴的密度 来单个的做出对环境的响应 也就是发光或者不发光 那最终会实现一个不掉一致的结果 所以既然如此就意味着 污贼体内的细菌死掉任何一个 对于这个污贼体内细菌的组织实现的功能 也就是发光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损害的 那这样的组织当然 会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就是这个感觉 那当然它的劣势 其实是和它的优势相辅相成的 既然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而且不存在层级的 不存在分工的这么一个组织 就意味着它的效率肯定是非常低的 因为它没法分工 也就意味着个体实现 没法实现精妙的配合 没法协作 没法实现一个 比单个任务要复杂的使命 所以它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发光 所以它的优势和劣势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就是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的推想 就是人类社会中 那些生存能力特别强的组织 它也许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它因为拥有了细菌 这种去中心化组织的特征 所以它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很强 所以出到这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真要从人类社会中找一个 和细菌性组织 特别有对应关系的组织 同时也是特别长命的组织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就是人类社会中最长命的组织 其实是宗教组织 那想象一下就是 甚至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在一万年前 人类开始形成村庄的时候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祭祀 那当然这是这个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流派 有些不同意见 但无论如何 有一个共识 就是人类的宗教组织 应该出现在至少八九千年前 在人类刚刚开始进行 农作物的驯化和组织成村庄和部落的时候 已经开始出现所谓的宗教组织了 那一直到今天它还都存在 所以宗教组织的生命力 要远长于我们人类建立的其他所有组织 包括国家 包括学派 包括一个商业机构 那大家想想 为什么宗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长寿的组织 可能恰恰是因为 它在很大程度上和西运行组织有共同点 特别是它们都有一种去中心化 和缺乏层级和缺乏分工的特点 当然了 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宗教组织 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变种 有些宗教组织其实是中心化程度很高的 但是大家想象一下 宗教组织出现的特点 无非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工作的人 他需要在一生当中的特定时间 完成一些宗教组织赋予的任务 这个任务可能非常温和 比如说每周需要做一个礼拜 也可能非常激烈 比如说他需要被组织起来 打一场宗教战争 但无论如何 它和西运行组织的特点一样 就是每一个单元中的个体 整个一生都可以被分成截然不同的 两种生存状态 一个是单打独斗 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个是被组织起来 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 那这种组织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虽然它的效率可能不见得非常高 但是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这是一个组织 也是为什么今天 即便人类世界的绝大多数组织 都已经不再像细菌型组织一样 如此地松散和去中心化了 但是这种组织仍然没有完全被消灭 仍然在世界上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那当然了 刚才我也讲到 细菌组织 虽然它有生命力很强的特征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bug 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就是它的效率非常低 因为它没有分工 没有配合 对吧 也没有层级系统 所以它的效率就非常低了 那解决 解决复杂组织的效率问题呢 生物世界也给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种生物学组织方案 就是大象型组织 那当然了 大象这个名字是我一拍脑袋给起的 并不是说只有大象才是这样的组织 仅仅是因为大象是 咱们人类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 体型最大的动物 对吧 因为像蓝鲸这样的比它大 但是我们一般见不到 对吧 大象在动物园里还是看到的 这是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 能见到的体型最庞大的生物 所以我们就用它来代表这种 效率非常高的 非常强有力的组织 非常复杂的一类人类组织 那大象型组织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可以把一头大象 看成是体内所有细胞形成的一个组织 那一头大象体内大概有几百万亿个细胞 它们组织在一起 构成了大象 完成一些单个大象细胞 完全无法想象的任务 比如说去树上摘个野果 那这样的任务 一个细胞当然是无法完成的 但大象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 要够这几百万一个细胞 要在一起忠实地服从一个中心化的指令 完成一个中心化的任务 同时还能比较严守纪律 忠实地遵循自己所被赋予的使命和角色 这一条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那大象型组织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来保证它能够平稳和安全地运行的 同时有效率地运行的 那我觉得主要是这么三条 就首先它需要有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 就是这几百万一个身体细胞 需要有一个共同利益基础 来保证他们愿意心甘情愿地 在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而且完成这个任务 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这是一切的基础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他们才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分工合作 那最后呢 当然在组织内幕 如此复杂的组织内幕 和我们人类遇到的所有组织问题一样 它一定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反叛 出现挑战 出现不听话的孩子 我们也需要类似的博弈和压制的机制 来保证这个组织的纪律和稳定性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三个方面看看 大象形的组织如何构成 共同利益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大象形组织体内所有的几百万一个身体细胞 首先是一个基因层面的高度的利益共同体 因为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大象体内的所有细胞 不管它的数量有多大 它都是同一个受精卵 经过无数次分裂形成的 一个受精卵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这样持续地分裂下去 会构成大象体内的所有细胞 那这就导致了一个天然的利益纽带 那就是所有大象身体细胞 都共享几乎完全一样的遗传物质 它是同一套DNA复制而来的 那这就意味着 对于所有的大象体内这些细胞来说 不管哪一个细胞成功地繁殖了后代 都等于是其他细胞也繁殖了后代 因为它们传递的是同一套遗传物质 那因为这种基因层面的高度的利益的一致性 就使得至少从进化的层面来看 那会有相当一部分的身体细胞 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繁殖后代的能力 来帮助身体当中极少数的生殖细胞 比如说一两个幸运的卵子 一两个幸运的精子 来获得繁殖后代的机会 把自己体内的遗传物质给传递下去 那这是这种身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之间的这种 甚至可以说是地位截然不同的分工 它本质上是因为它们在基因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利益功能体 那有了这样的利益功能体之后 那所有的这些身体细胞就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分工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反正都已经放弃生殖的权利了 已经放弃了生殖的机会了 所以那我要做的事 无非是帮助我体内那几颗幸运的生殖细胞 在我死之前让它找到另外一半繁殖后代 那既然如此我们再进行分工 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损失了 那不管是我变成一个皮肤细胞 还是变成一颗肌肉细胞 还是变成一颗神经细胞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只要我能够帮助那颗精子和卵子找到后代 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它就有了分工和合作的技术 当然大家可以想象的是 这种分工和合作的第一步 是首先要完成刚才我们说的 身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分工 那关于这点 我们举一个生物学上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讨论一下 这个生物叫团藻 它是一个藻类 它是一个多细胞的藻类 它体内大概只有几万个细胞 数量并不大 但是在这个团藻当中就实现了 大象形组织的第一次分工 也是大象形组织的第一次出现 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它出现了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分工 在团藻的体内这些发量的小球 是它的生殖细胞 这些细胞不需要负责吃东西 不需要负责运动 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负责繁殖后代 它被非常严密的很好的保护在团藻的体内 它就只需要繁殖后代就可以 那这个构成反导求的所有的这些小细胞 是它的身体细胞 这些细胞要负责光合作用 合成能量 要负责运动 要负责防御 但是它们失去了繁殖的权利 那这次分工就导致了团藻的生命力 要比单细胞的藻类要高得很多 因为它可以同时吃东西 同时运动 也同时繁殖 这些件事可以同时进行 那这就是分工导致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对吧 而且因为刚才我们讨论的这种基因层面的高度的立一致性 那这些身体细胞并不觉得 当然它没有真正的意识 当然我们知道可以从进化的角度说 它并不会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 因为那个生殖细胞繁殖了 也就意味着它繁殖了 对吧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分化 进一步的进化 进一步的变得更复杂 那这些身体细胞可以逐渐地变成像大象体内的各种各样的细胞 像我们人体内的所有的负责消化的负责运动的负责感觉的所有这些细胞 那它都可以继续地分化而形成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相信比较容易理解 只要有了利益共同体 那接下来的分工和分化都是容易想象的 那在这我可能更主要地强调的是这么一点 就是说分工合作 这种有些负责繁殖有些负责保护这些繁殖细胞的这种分工 看起来在进化意义上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这无法组织组织内的某些成员会觉得这样不公平 对吧 因为你想象一下对于大象型组织的任何一个身体细胞来说 它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它的寿命再长等到这头大象死亡的时候 它也就跟随之而死 但是它保护的那些圣质细胞实际上是有无穷无尽的生存能力的 它甚至可以认为是永生不死的 因为它如果能够变成孩子变成孙子 子子孙孙无穷溃也 它就获得了永生的机会 很快就死和永生这是命运上的巨大的不平等 对吧 所以即便从宏观上来看 这是对整个组织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 但是微观的来看 对于单个的身体细胞来说 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它天然的有反叛的冲动 那这也是为什么 包括大象在内所有的多细胞生物 都会出现癌症 只是多和少和早和晚的问题 因为癌症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 身体本来应该保护生殖细胞的 寿命很短暂的那些身体细胞 决定我要重新夺回我繁殖的权利 我不想把我繁殖的权利 让渡给那几个少数的幸运的生殖细胞 我想重新获得这个权利 重新获得这种自由 重新获得这种资源的这么一种行为 它当然是一种反叛 它是对细胞分工的一种反叛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讲 多细胞生物体内出现这种情况 是进化导致的无可避免的 那这可能也会让大家意识到 或者说我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组织内部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挑战 实际上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个体的利益和整个组的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这件事是必然要出现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看 对于大象这种成功地挺过的进化挑战 无数次的进化挑战的生物来说 它要靠什么样的机制 来防止这种事情的出现 那我们甚至知道 尽管癌症是所有多细胞生物 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命运 但是大象却恰恰是 所有动物中得癌症 概率非常低的 甚至可能是最低的之一 那是因为它首先具备了一个 在大象所有的细胞内部 安装了一个所谓的 技检监察系统 大家可以这么认为 这个系统的功能很有意思 它的功能就是 如果发现一个已经分工好的 要执行一个忠实的身体机能的细胞 决定反叛的时候 它就会第一时间发现这种反叛的动力 然后把这个细胞给杀死 启动一个自杀程序 让这个细胞死掉 在大象体内 这个自杀程序的强度 要远比人为强 那这可能是因为大象体内的细胞的数量 也就是说成员的数量 要远比人类多的原因 所以它有非常强的 这个技检监察的功能 使得它能够识别出 绝大多数的癌细胞把它给杀掉 那这是一个容易想象的 技检监察的这个方式 就是从内部 如果你发现有问题就把它干掉 但是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 我要说的是 它如此强有力的监察系统 不管它再强大 只要它是一个固定的系统 它一定会被进化克服 因为你可以认为 癌细胞本身也在进化 所以你的检查系统 如果是固定的癌细胞 一定会发明一些方式来绕过它 破坏它 克服它 最终还是会产生癌症 所以这是一个固化式的 这个检查系统 无法克服的一个问题 只要你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一定会被进化克服 进化总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尽管是一个坏的解决方案 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呢 像大象型组织 包括大象在内 也包括我们人体在内 开发出了另外一套 纪检检查系统 它是从外部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 最主要的功能 或者说大家最熟悉的功能 肯定是识别入侵的细菌啊 病毒这样的微生物 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对吧 但同时呢 免疫系统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识别你体内的癌细胞 把它在第一时间杀死 那以拿我们人体为例 我们人体大概每天 即便在座的健康的这个成年人 每天体内也会出现 几百到上千个癌细胞 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 甚至是全部都会被免疫系统 在第一时间杀掉 这样我们其实得癌症的概率 远比癌细胞出现的概率 要低得多啊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系统 那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免疫系统就有这个功能 能把这些千变万化 千奇百怪的癌细胞 给识别出来给杀死呢 这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识别 它对这个反叛细胞的识别方式 和刚才我说的那套 纪念监察系统完全不同 它并不关心谁变成了癌细胞 它只关心身体内出现了哪些细胞 和正常细胞不一样 它只要发现这个细胞 和原来的细胞不一样 它不管这个细胞 到底是因为什么不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基因变也许 大象体内会出现 一个好的突变的细胞 那个细胞如果允许它发展壮大 可能对大象是有好处的 但是免疫系统是不管的 它只要发现一个细胞 和正常细胞不一样 它就会把它杀掉 那你想有这么一套机制的话 身体细胞是很难绕过它的 对吧 因为你变成癌细胞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和正常的 身体细胞变得不同嘛 那这种不同可能是很多方向上的 但无论如何 都会被免疫系统识别出来 并杀死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系统 非常好 但是这个系统 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它扼杀了所有的可能性 这个大象系统就像我刚才描述的 哪怕是大象系统内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 代表着创新的 代表着无穷的新的机会和可能性的 这么一种变异 免疫系统也会把它干掉 那大象也就意味着 大象整个机制系统 虽然保证了它非常严密的秩序和稳定性 但是它创新的能力就变得很弱 至少它体内创新的能力就变得很弱 那这是大象组织的一个麻烦 等我还会讲到这个话题 所以带着这一条 大家可能就会想象 做一个类似的类别 就会想到 如果我们说细菌型组织 很像我们人类世界中的农业组织一样 高度的去中心化 没有什么分工和合作 那么大象型的组织 特别像我们人类世界中的工业组织 首先 大象型组织的身体细胞 就像人类的一个工厂 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 是有非常严密的角色的赋予和分工的 而且它必须要执行这种分工 第二呢 就像大象的身体所有细胞的运动 是靠大脑来控制的一样 它的指令系统和对环境的感知系统 是高度中心化的一样 那一个工厂里 一个工业组织 一个工业时代形成的组织 它对外部商业环境的感知和 以及想要采取的响应的步骤 也是高度中心化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可能很多人至少看过片段 就是朱贝林演的《摩登时代》 里面拿着一个扳手不停的拧螺丝的 朱贝林实际上就非常像大象体的一个身体细胞 第一 它必须忠实地执行这个组织赋予它的任务 就是拧螺丝 第二 它在拧螺丝的过程中 它其实并不需要知道它为什么要拧这个螺丝 就是它一天要拧几个 以及为什么要拧那么多角度 这个拧什么样的螺丝上去 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化的指令系统告诉它的 它不需要自己去理解这一切 那第三更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反叛的问题 就是在工业组织里 因为它有这种非常严密的指令和分工 它对秩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任何对它原有的角色和分工的改变或者说突破 都对这个组织的秩序是巨大的威胁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朱贝林在拧螺丝的时候 突然她决定 我要把拧螺丝的方式进行一些创新 那她不管这个创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它都会破坏这条流水线的完整性 对吧 所以如果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 叫朱贝林干了这样的事 她一定会被她那个流水线的这个管理者 马上庆祝出这个工人队伍了 那就像大象型组织里的一个细胞 如果它产生了一个创新的变异 不管这个变异是好还是坏 它都一定会被大象的免疫系统在第一时间识别和杀死 对吧 所以这两个组织之间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对应关系的 那这个对应关系到底是好是坏呢 这个我们还做一点类似于刚才讲的细菌和农业组织间的对比 首先它的好处也恰恰是细菌性组织的坏处 它的好处就是效率非常高 因为它有庞大的数量 它有这些庞大的数量的个体之间的严密的分工和合作 所以它的效率当然是很高的 在很大程度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的工业组织 从数量和规模以及力量上远远超过了细菌性组织 那我们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组织 你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大象型组织 那只有极少数的场合我们会遇到一个细菌性组织 对吧 比如说一个宗教组织 或者说大家组织一个社区自治委员会 或者一个读书会可能有点类似于一个细菌性组织吧 但大部分时候你遇到的都是一个效率和力量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象型组织 但是大象型组织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问题如果说当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 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实验节点看可能会变得非常明显 那我举几个例子啊 第一呢我们先看对内啊 大象型组织对于单个个体的要求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要非常忠实 你要非常忠实的执行组织赋予你的角色和任务 不越雷尺一步你就老实干这个活就行 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把一个在人类的组织里 他某种程度上说是把人类的个体 矮化成一个简单的螺丝丁 矮化成一个简单的工具的过程 是把人工具化的过程 用马克思夫的话讲就是所谓人劳动的异化 就是你只能执行一个工具式的使命 OK 这条在过去几百年间至少在两百年间执行的还不错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间期间他会意识到 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被变成工具了 对吧 我们人不管是因为个人权利的觉醒 还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 还是因为经济水平的提高 我们都不太愿意被矮化成一个螺丝丁 矮化成一个工具来执行任务 那特别是在基本的经济需求被满足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了那么一点经济激励而 放弃身而为人的骄傲 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了 那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做一个类比的话 就是今天我们在人类社会上遇到的人类个体 你如果类比一下的话 都像大象组织的矮细胞 因为它有天生的要创新 要改变 要突破秩序 要实现自我的冲动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大象形组织的细胞的话 你第一会非常困难 你需要高额的财富和精神激励 你需要非常严厉的惩罚手段 同时还很难做到 这是对内的问题 那对外的问题也很明显 刚才我们讲过 大象形组织的特点是 它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响应是高度中心化的 只有大脑可以做这样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如果这个大脑是正确的时候 它会迸发出无穷的效率 但是如果这个大脑错误的时候 特别是它陷入到成功的路径依赖的时候 它产生的破坏力也是很有效率的 对吧 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 时代高速变化 甚至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场合下 很多成功经验正在快速的失效 而新的成功经验又没有那么容易建立起来 即便建立起来也很容易失效的时候 那我们实际上一个高度中心化的 环境的感知和响应系统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它的第二个问题 那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会导致 虽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就当入境非常清晰方向非常明显的时候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当这一切改变了之后 它的效率反而会降低 那甚至 这个我经常打一个 这个和很多这个我的 这个商业世界的朋友讲一个 讲一个我自己的有点半开玩笑的分析 我说为什么今天这个 你们都需要让你的员工996 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 这个商业组织的 大象形组织的 大象形商业组织的效率在降低 使得你如果不996 这员工的劳动产出实际上是不足以 cover这个 你给他的现金激励的 所以你必须要996 这是我一个 可能政治上有点不太正确的玩笑 所以它的效率在降低 OK 但是这儿就出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麻烦 就如果说从戏剧型组织 到大象形组织的过渡 我们在人类世界中是有成功经验的 对吧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 大量的管理学的大师 经济学家 在告诉我们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大象形组织工作的更好 对吧 大家看到的 大家能看到的 管理学的著作 这个组织学的著作 主要是基于对大象形组织的理解 所以已经有很多经验了 但是问题在于 当大象形组织出现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麻烦的时候 实际上还没有人类世界中的经验 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 内容组织还没出现 在人类世界中还没有出现 当然也没有学者 能够把它的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总结出来了 大家只知道它出了问题 但是不知道解药在哪 那这个时候 就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那句话 进化是地球上唯一靠谱的成功学 就从我一个生物学家的视角 我们会觉得 当一个问题在人类世界中 已经找不到现成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到 大自然到进化的历史上去找看 那儿有没有成功经验的 那就被我找到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蚂蚁型组织 这是生物学或者说进化论 告诉我们的构造复杂系统的 第三种解决方案 和大象形组织和细菌型组织 都不一样的一条中间道路 为什么说的是中间道路呢 因为蚂蚁的这种组织 它兼具细菌型组织和大象形组织的部分特点 同时又和它们不太一样 首先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窝蚂蚁 当然我会具体讲 大家可以首先想象一下 无非就是好多蚂蚁个体 生活在同一个窝里 对吧 那每个单独个体看起来是自由的 它可以自由活动 它不管是出去找植物 还是打架 还是修筑蚂蚁窝 等等等等 它的行动是受它自己控制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它很像一个细菌组织 因为细菌组织里的个体实际上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但是呢 这些蚂蚁的个体又被组织起来完成一个统一的任务 比如说挖一个非常复杂的蚂蚁窝 那这个就有点像大象形组织的特点 对吧 因为它被组织起来完成的 已经不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的一个特定使命了 而是被长期的组织起来完成好多个特定使命 所以这就有点像一个大象形组织了 所以它这两方面的特点都有 那如果套用一句这个 这个商业世界里某位著名的商业领袖讲过的话 这个蚂蚁就有点像 这个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一件有价值有义的事 对吧 这个蚂蚁就像一群蚂蚁就像一群有义义的人 在一起呢 它们做的事又远比单个蚂蚁能完成的任务要复杂 就有点像这感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蚂蚁组织和人类组织是有相似之处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类个体都是独立的 都是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由活动和自由思考的权利的 对吧 那所以我们是独立的 同时呢 我们又被用各种方式给组织了起来 完成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蚂蚁组织和人类组织 从逻辑上讲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实际上是 我们从蚂蚁组织的经验中 能不能抽提出一些原则来指导我们 对人类未来组织的理解或者是畅想 那其实很简单 大家想像刚才那句话 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一件有价值有义的事 那本质上它说的是两件事 一群有情有义的人指的是 它要形成一个社会结构 因为要形成情和义嘛 所以一群素不相似的人 为什么要在一起有情有义 它本身是意味着要首先要构建一个非常严密的忠诚的社会结构 第二呢就是当它形成社会结构之后 它需要有个能力在一起做有价值有义的事 那就是要开展合作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蚂蚁到底做了什么事 来帮助它实现社会结构 以及开展非常严密的分工合作 让它完成单个蚂蚁远远无法想象的宏大的使命 我们先说社会结构 就一群独立的看起来独立的个体 怎么就能凝聚成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组织啊 蚂蚁 那要说清楚这个事呢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蚂蚁窝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啊 当然蚂蚁我要首先强调一下 蚂蚁有一万多种啊 所以这个不同的蚂蚁其实特点也不一样 大家就理解一下 我接下来讲的是一种理念性的蚂蚁啊 就是至少是有代表性的蚂蚁的这个社会结构长这样 就是它的窝里呢 一窝蚂蚁呢 有一个蚁后 就是中间这个个头非常大长翅膀的蚁后 蚁后的功能呢就是负责生孩子 它是整个蚂蚁窝组织的核心成员 最重要的成员 它的任务就是替蚂蚁窝发展庄大生出更多的孩子来 它所有的其他任务都被别人照顾得很好 有人给它找吃的 有人帮它照顾后代 有人帮它挖洞 帮它抵御天敌 所以它只需要生孩子就可以 蚁后 蚁后呢有一些助手 就是熊蚁 熊蚁呢 唯一的使命就是替蚁后输送精子 所以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熊蚁都像是移动的精子炸弹 因为很多熊蚁在医生当中唯一的使命就是交配 它甚至为了交配连嘴巴都不发育 它出生之后只需要交配完成 它就可以饿死了 它连吃东西的需要都没有 所以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蚁后繁殖 这个好理解啊 但是让大家最难理解的其实是这东西 就是公蚁干活的蚂蚁 这是蚂蚁窝最主要的成员 这个数量最庞大的成员 一个蚂蚁窝可能有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只工蚁 工蚁就负责做所有你能想到的 或者你在小时候看蚂蚁这个活动能看到的事 包括搬食物 包括挖蚂蚁窝 包括赵国后代 包括抵御天敌 这全部都是工蚁来完成 就繁殖之外所有的事都是它来完成 所以从逻辑上讲 它有点像大象形组织里的身体细胞 对吧 那两个就有点像大象形身体里的生殖器官 所以这个逻辑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对于蚂蚁这种组织来说 一个特别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能形成它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工蚁 它为什么就愿意干这些苦活累活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象形组织里的这个身体细胞 为什么它愿意自己不繁殖 帮助精子和卵子的繁殖 是因为它们所有这些细胞体内的DNA是一样的 遗传上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利益共同体 所以自己不繁殖 帮助别人别的细胞繁殖也可以 但是蚂蚁它是独立的个体啊 它为什么也需要自我牺牲 也愿意自我牺牲来帮助以后呢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它就形成不了社会结构 对吧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呢 这个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生物学啊 咱们在这就不展开了 我们就出现结果 结果是这样的 所有的公蚁 其实都是以后的孩子 所以它们之间互为姐妹 这个公蚁都是雌性的 互为姐妹 那正常情况下 亲姐妹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 应该是50% 这个大家自己算算 这个人类就知道了 50% 但是蚂蚁呢 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遗传学的设计 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公蚁之间的 遗传学的相似 基因的相似程度 达到了75% 达到75%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 就意味着 对于单个的工艺来说 如果它有大脑 如果它大脑足够发达 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它会意识到 我自己生一个孩子 只能繁殖50%的基因 因为还有一半来自配偶吧 但是如果我帮助我的妈妈 再生一个妹妹 我就传递了我75%的基因 效率是要高过自己生孩子的 所以这种基因层面的 非常有趣的 意义也非常深远的设计 就保证了 工蚁从进化层面的算计来说 它愿意放弃自己生孩子的权力 帮这个蚂蚁窝干活 只要能帮助自己的妈妈 再生孩子就行 这是它能实现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 有了这个 才谈得上后面所有的精细的社会结构 还是利益共同体 而这个利益共同体 建立在不同独立的个体之间 所以和大型组织有点不一样 OK 那当然了 刚才我们也讲过 从进化的算计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帮助妈妈生更多的妹妹 但是它无法避免单个的公蚁 在微观上还想叛变 对吧 因为它的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 不见得总是一致的 它还是有叛变的冲动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看蚂蚁在这个 微观上是怎么实现这种严密的组织分工的 这个实现的过程也非常有趣 我给大家描述 大家可以假想象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一窝蚂蚁刚才我们讲的 有一只蚁后好多只蚁蚁 它为什么会实现这样的结构呢 是因为在微观上 蚁后会分泌一种气味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种化学信号 这种信号的作用是阻止其他任何的蚁蚁变成蚁后 会阻止它们的身体发育 让它们的卵巢没法形成 使得它们想蚁后代都做不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压制的系统 一个负反馈的循环 使得它不会有任何人挑战它的地位 这个容易理解 那大家再想象一个场景 如果这个蚁后死了 因为意外或者因为衰老死了 或者按照我们人的说法退休了 对吧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蚂蚁蚀不就乱了吗 蚂蚁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解决方案 如果以后死掉了 那么这些照顾后代的工蚁 会随机地从还没有孵化的兽精卵里挑一个 说你就是以后了 当然这个挑出来是没道理的 因为它是随机挑的 它挑出来的并不天然的更强壮更健康 或者更聪明 但是它挑出来之后 会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来帮助它成为以后 会给它吃更好吃的东西 会照顾它的生活 会使得它发育的比其他的蚂蚁更快 使得随机挑出来的这个后代 会在领先于它所有的姐妹 先变成一个成年的以后 等它变成以后之后 它马上就会开始分泌那个化学物质 那个化学信号 使得它其他的那些同伴不能再变成以后 那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 负反馈的一个机制 就保证了蚂蚁窝里 随时都有一个以后 而且只能有一个以后 这个机制可以理解 这机制非常有趣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逻辑 对吧 但这个组织逻辑产生了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大象形组织的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的结构非常严密 但是它也没有想象空间 没有可能性 因为它一个蚂蚁窝里 尤其只能有一个以后 对吧 所以它这个组织结构 是永远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这是一个问题 等我们会讲这个怎么解决 这是一个蚂蚁组织 可能比大象形组织最大的优势所在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以后和工蚁的分工之外 工蚁内部也需要分工 对吧 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个工蚁是需要干各种各样的任务的 我们看看这个工蚁内部怎么分工的 这个分工也非常有趣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论证一下 我们知道蚂蚁的使命 你可以粗略地分成内情和外情 就有一些需要在窝里干活 包括照顾后代 挖蚂蚁窝 清洁等等 有些是外情 需要打仗 需要找食物 蚂蚁有一个简单的分工 就是幼年的蚂蚁都留在窝里干活 等我会讲为什么 这个原因也非常有意思 留在蚂蚁窝里干活 只有成年的蚂蚁才需要派出去干外面的活 等我会讲这是为什么 但是首先它的分工是靠年龄来实现的 大家先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点也等我会对 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非常有帮助 OK 到这儿 我们如果把话题形成在这儿 那蚂蚁窝就形成了一个 类似大象形组织的严密的分工 有人负责升职 有人负责干活 干活内部也有活的精细的分工 对吧 很严密 秩序很强 效率很高 但是也和大象形组织一样 没有可能性 没有新的增长点 但是蚂蚁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来解决了秩序和可能性之间的矛盾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一看 就是蚂蚁组织是怎么突破这种可能性的 它用了一种方式 在生物学院有个专有名词叫婚飞 婚就是结婚的婚 飞就是飞行的飞 如果是南方的朋友 可能每年夏秋之交会有几天 在家里看到很多飞翔的蚂蚁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那么两三天 突然家里就飞到处是蚂蚁 其他时间是没有的 这件事怎么保证蚂蚁的可能性和增长点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些特定的时间 很短暂的时间 以后会有意地放松对这个蚂蚁窝秩序的要求 你可以理解成它释放的那种压制性的信号变弱了 或者那些后代对这种压制性信号的检测变弱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蚂蚁窝出现了裂痕 它不再那么严密了 那就导致了在那个特定时间节点中发育出来的个体 实际上就不太会受到压制 他们就可以探索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说重新把卵巢给找回来 OK 那就意味着蚂蚁窝可能出现超过一个蚁窝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首先对这个组织的秩序是 会构成非常严重的破坏的 那怎么办呢 这些潜在的蚁窝就会被赶出去 就离开这个窝 在离开窝的同时 会带走一些被它们所吸引的雄性和它们交配 它们在空中飞翔和交配 所以叫做昏飞行为 那交配完了之后 这些肚子里装满了一肚子受精卵的 潜在的蚁窝会干嘛呢 它们再回不去了 它们再也回不去了 回去会破坏原有的秩序了 它们会飞到其他地方去找一个新的墙角 树根 小洞住下来 那你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新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潜在以后来说 它们的生存几率是很低的 因为它没有成熟的窝 没有成熟的组织来帮助它 但无论如何 如果有足够幸运的以后 它可以生出一小批后代帮助它开始挖洞 帮助它找食物 如果足够幸运呢 找来了足够的食物 以后就可以生出下一批后代来 通过这样一个小步快走 逐步迭代的方式 来建立一个新的蚂蚁窝 那这个成熟率当然非常低啊 但是如果有几只幸运的未来以后 能够取得成功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蚂蚁窝 获得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它就从一个蚂蚁窝变成两个蚂蚁窝 对吧 蚂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 它在保证组织严密性的同时 能够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撕开一些裂痕 保证它能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这个 我每次讲到昏飞这个话题 给我们的学生讲这个话题 我都会想到一句诗啊 这个 咱们得到的同学应该很熟悉的语诗 因为很多老师用过 就是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阳光照射进来的地方 OK 那最后一条 我们刚才讲了蚂蚁窝怎么建立严密的组织 以及怎么形成 在严密组织的同时 保证一些新的可能性和增长点的出现 那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 它得知道谁是自己人 谁是敌人 对吧 那对于细菌来说这不是问题 它们不分敌我 反正都是自己 对于大象来说 想区分敌我很简单 就是和我长在一起的就是自己 对吧 那对于蚂蚁来说 这就是个挑战了 这个蚂蚁是独立活动的 当它在野外遇到另外一个蚂蚁的时候 它怎么知道这个蚂蚁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呢 那对于蚂蚁来说 它用了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非常强悍的方式来实现了这一条 我们套用一个商业术语 就是所谓共创行为 是这样的 蚂蚁是通过气味来判断 谁是敌人 谁是自己人的 但是这个气味不是任何一只单个蚂蚁产生的 是一个蚂蚁窝里所有的气味的混合体 那个气味可能是以后分泌的 可能是工艺分泌的 也可能是那块土壤自带的 它们找来的食物自带 但是所有这些气味加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气味的混合体 浸泡在当中的蚂蚁就会习惯这种气味 并且携带这种气味 当它在野外遇到任何一个蚂蚁的时候 它就会判断这个蚂蚁身上的气味和我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我就认为是自己人 如果不一样我就认为是敌人 就可以打起来 这是它区分敌我的非常简单的特点 但是这就实现了两个结果 第一 区分敌我会变得非常的不容易被改变 因为那个气味是共创的 所以任何一个蚂蚁死掉了 或者这个土壤或者食物发生任何微小的变化 实际上不会影响这个蚂蚁气味汤的感觉 所以它的这个敌我识别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 这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作用呢 就讲到刚才我们说的流的那个尾巴 就是蚂蚁之间的分工 那个精细分工 它因为有这样的方式 所以它就需要蚂蚁的个体 在具备敌我识别能力之前 要先在这个气味里浸泡足够长的时间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 年幼的工蚁会被留在窝里干活 做内勤而不派出去 大家想想自己这个分工里 是不是也有这个特点 就是我需要让它浸泡在这种气味里足够长 使得它被这种气味同化 然后我再把它派出去干活 这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 有了严密的组织 有了增长点 有了区分底部的能力 那这个社会结构就形成了 蚂蚁就形成了一个 兼具细菌型组织和大象型组织 共同特点的一个社会结构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社会结构形成之后 它怎么实现这种一个伟大的目标 就是所谓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已经有了 那这群人在一起 怎么就能干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OK 说到这个呢 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 就是蚂蚁搬家了 对吧 大家小时候 应该糊弄或少 在外面玩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群蚂蚁排成队 非常严密地沿着一条路 把这个食物往家里搬 就有点像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黄点就是找到食物的蚂蚁 它很快会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然后很快就会把大量的蚂蚁吸引到这条路上去 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搬家的序列 OK 甚至呢你如果把这个路径给改变了 你把那个障碍物挪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 蚂蚁也可以很快地找到一条新的回家的路 这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精密的 如果用人类的视角 或者用大象形组织的视角 你想完成这样的任务 它需要一个指挥官 它需要有一个蚂蚁站在高处 打开上帝视角 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然后告诉所有的蚂蚁去干 对吧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心化的指令系统 就需要干这样的事 但是蚂蚁显然是没有的 就不要说有没有蚂蚁 有足够的视力看到这一切了 它那个小脑瓜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信息 它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所以它一定需要有另外一套机制来保证 蚂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我们接下来就讲讲它是怎么实现的 因为其实从逻辑上讲 蚂蚁想看到这件事实际上只需要两步 第一呢 它需要 第一条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能力 就是它需要能够定位食物 因为定位食物是没法配合的 每个蚂蚁要出去自己找食物 它要找到食物 同时要把食物给搬回来 这个能力是必须每个蚂蚁都 单兵都需要具备的一个单兵作战能力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找到食物这个事是个笨功夫 没有人能替代它 因为它没法站在高处开上帝视角 它只能通过笨功夫来搜索 地毯式的搜索 随机搜索来保证它能找到食物在哪 这场没有办法逾越 所以蚂蚁找食物的时候会出动一大批蚂蚁 随机地在环境中爬 谁找到食物 这是一个随机事件 没法实现的计划好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个单兵作战能力 就是找到食物之后 它怎么知道家在哪 因为它找的时候是随机找的 它的寻找食物的路线 很有可能是像这条蓝线一样 曲曲折折弯曲折 而且是随机乱走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会遇到食物 但是麻烦在于它遇到食物之后 怎么知道往哪搬 那我们知道蚂蚁的能力是很强的 这是一个生物学家的一个真实的实验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 不管这个蚂蚁在搬家的过程中 这个找食物的过程中有走的有多曲折 当它找到食物的那一瞬间 它就会啃下一块儿静止地朝家里走 就沿着那条蓝色的虚线就走回家里去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 这个 这个甚至有生物学家做这样的实验 就把那个蚂蚁找到食物的时候 就把它蒙着眼 这个装在一个黑瓶子里 平移一段时间 那蚂蚁也会静止朝家的方向走 只是它这个时候就找不到家 因为它以为家的方向还在原来的地方 它就会找到那个绿色的地方 开始绕圈很迷惑 因为不知道家在哪儿 所以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个是蚂蚁的一个非常强悍的单兵作战能力 就是这个图本身就告诉我们 蚂蚁实际上需要有个能力 在整个随机爬行的整个过程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都得知道自己在哪儿 这样它才能随时回家 那这个能力实际上你要仔细拆解的话也不难理解 第一它得知道自己是朝哪个方向爬的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它可以判断阳光的方向 这个编上一棵大树 一个房子的方向 它可以通过这个方向来进行定位 那更有意思的是 它怎么知道自己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 对吧 这两个信息加在一起 它就会知道结果 那在一个方向上走多远 蚂蚁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通过自己走多少步来判断的 蚂蚁体内有一个计步计 这个大家会发现 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生物学的研究 就是如果你把蚂蚁的腿 用一个胶水给接长的话 蚂蚁就会走过 回家的时候就会走过 因为它还会数多少步 但是它的一步比原来大嘛 反过来讲 你要把那个腿给剪短 它就会走不到 它就会以为到家了 所以你看 有了随机搜索 有了刚才我说的这种定位能力 每个蚂蚁都能找到食物 对吧 只要它运气足够好 它都有找到食物的能力 但是更难的是 它怎么配合 对吧 它怎么互相配合 去把这个 告诉同类说 我这有个食物来搬 那大家肯定 小时候绝对听到过这样的话 说这个小蚂蚁可以用触角碰一碰 对吧 就把信息传递给另外一个蚂蚁了 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因为蚂蚁的大脑 绝对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信息 它也没有能力把这么复杂的信息 编码成一个简单的信号 碰一碰就能传递过去 所以蚂蚁绝对做不了这样的事 但是蚂蚁用了另外一种 比这个更精彩 而且还简单的方式 来实现了这个目标 其实只有两步 第一步呢 这个是动画告诉我们的 这是一只来找食物的蚂蚁 当这个蚂蚁找到食物之后 在往家直线搬运的时候 它就会屁股时不时地碰一下地 这样就把它身体上的一些化学物质 留在了地上 很简单 作为结果 它就标识了一条 从食物到家的 非常微弱的化学气味 对吧 这个化学气味不要神化它的价值 它因为一只蚂蚁留下的化学气味 是很微弱的 它绝对不可能把全窝蚂蚁都通知到的 但是如果恰好有一只蚂蚁经过了这个地方 那它会被吸引来 对吧 它会吸引那个非常临近的蚂蚁 而那个蚂蚁就会 自发地沿着这条线去爬 那它就很容易找到食物 对吧 所以只需要这两步 它就能完成后面 我们讨论到所有的复杂的设计了 比如说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块食物 那这个时候 有一只蚂蚁就可能通知周围的两三只蚂蚁 两三只蚂蚁爬了之后 它会留下更多的气味 对吧 它就会吸引更多的蚂蚁 只要那块食物足够大足够好吃 一直在 它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蚂蚁 最终可能把整窝蚂蚁全吸引到这个路上去 这个时候还没有完 这不是最精彩的地方 最精彩的地方是 大家想象一下这块食物吃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吃完之后 还会有新的蚂蚁加入 但是这个新的蚂蚁就找不到食物了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能力搬一块食物回家 同时留下新的化学气味 对吧 就没有新的化学气味加入 原有的化学气味会逐渐地衰减 挥发变少 那这条被标示出来的路径就自发地消失了 所以蚂蚁就不需要有人通知 它就慢慢地就没有人来搬了 所以蚂蚁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非常动态地 而且精准地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搬 什么时候不该搬 对吧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因为一窝蚂蚁都出去找了 很有可能 同时好几只蚂蚁都找到家了 都找到食物了 对吧 或者虽然只有一块食物 但是大家分别行动 找到了好多条不同的回家的路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想象一下 如果是大线形组织 你还是需要一个指挥官站在高处说 哪条路好走 你就走哪条路 看着地图来找 蚂蚁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它的做法可能效率还更高 它的做法还是刚才我说那两条 单兵能力加上 非常临近蚂蚁之间的协同就可以了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是一条直线 很容易找啊 我就不太多讲了 如果这个蚂蚁行性的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 蚂蚁该怎么办 蚂蚁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它只能随机地 有的往上走有的往下走 对吧 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理性在的 但是大家会注意 上面这条路比较短 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能爬过的蚂蚁的频率就高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 留下化学气味的浓度就强 所以只需要一段时间 上面这条路留下的化学气味的吸引力 就超过了下面这条路 那么慢慢的下面这条路的蚂蚁 就会被吸引到上面这条路去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只有那条路径最短的路被保留了下来 对吧 这是一个 所以你从这个逻辑上来看 实际上蚂蚁不需要一个设计师 不需要一个司令官 它也可以完成一个设计师和司令官干的事 那就是进行策略的最优化 它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而且是一个非常适时和动态的 而且也不会犯这个司令官和设计师常犯的错误 对吧 就像大象的大脑经常犯的错误一样 蚂蚁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蚂蚁实现这种分工合作只需要两步 第一它需要基本的单兵作战的能力 因为单狗蚂蚁如果什么都做不成 它就没法合作了 第二呢 它需要蚂蚁彼此之间能够通过非常局部的机制 来通知 进行某种非常粗糙的通知和感应 它就可以来进行这样的工程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单兵作战 加上局部协同的两个原则 来理解一些更难理解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食物特别大怎么办 这个大家肯定也见过 好多蚂蚁一起搬 搬一块搬搬回家 那这时候问题更大 因为单狗蚂蚁每个蚂蚁使的力的方向都不一样 那个合力的方向在哪 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蚂蚁怎么知道 我搬的路是不是对的 以及我怎么控制 往一个特定的方向搬呢 如果是人 估计要拿一个人在前面喊号的 对吧 往这搬 一二一的往这搬 蚂蚁没有这个角色 它怎么办呢 其实蚂蚁的做法也很简单 和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单兵作战加局部协同 每个蚂蚁都去搬 它都会把这块大食物 朝着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搬 因为它都会是赶制那条路 对吧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合力的方向错了 就会有蚂蚁退出 因为我们到那期管了 如果方向对 就会有更多的蚂蚁加入它 所以这两个事情的结果 就是这个 那块食物肯定是 不是沿着一条直线 向家的方向前进的 但是它一定会沿着 朝家的那条最后的路线 上下波动最终回到家里去 它只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可以实现这件事了 OK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更有意思一点 大家甚至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就是蚂蚁打架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蚂蚁打架稍微罕见一点 但是我猜想有些同学们 小时候也看到过 两群蚂蚁在一起打得很凶 甚至是打得你死我活的 这个蚂蚁打架是很惨烈的 这个战斗是比搬家复杂得多的事 对吧 它除了要区分敌我 还得知道从哪进攻 什么时候进攻 什么时候撤退 对吧 如何宣布胜利 然后在哪组织防御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即便对于人类的军事家来说 这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那蚂蚁是怎么做的 蚂蚁就没有军事家 对吧 那单个蚂蚁怎么做的 我们还是 结论还是一样的 它只需要单兵作战加局部协同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图稍微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 但大家想象一下 有两窝蚂蚁打起来了 红蚂蚁和黄蚂蚁打起来了 它们抵我识别这个能力已经有了 靠文气味就知道了 那它怎么知道 在哪个地方应该进攻 哪个地方应该撤退呢 你就想象你是那个 战线最前面的一只红蚂蚁 那你的使命就是 当遇到敌人就往前冲去打它 但是你进攻和撤退的决定 是你自己做的 没有人指挥 但是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呢 你是根据过去这段时间内 你遇到的朋友多还是敌人多来决定 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内 遇到的朋友多 朋友比敌人多很多 那就意味着你还在自己战线内部嘛 所以你应该继续往前冲 如果你这段时间 在遇到的敌人和朋友差不多 那你可能就到了战线的前下 如果你遇到的敌人比朋友多 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深入敌人内部 就需要撤退一点 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 做单兵作战层面上的决策的 就是我只需要判断 朋友多还是敌人多就行 那为什么这件事就能组织一下战役呢 这就是局部协同的威力 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还想象你是一只蚂蚁 如果你边上的一个战友撤退了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在单位时间内 遇到朋友的 这个和敌人的比例就会下降 对不对 因为朋友少一个嘛 对吧 所以你撤退的概率就会提高 虽然你不见得会马上撤退 但是你撤退的概率会提高 那如果你撤退了 那你边上这个第三只蚂蚁 撤退的概率就会进一步提高 因为它只会少两个朋友嘛 所以只需要这样 那这个蚂蚁 每个蚂蚁单个做的决定 就会产生雪崩式的效应 就是当它 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它发现 这个一窝蚂蚁在局部出现 这个蚂蚁树劣势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一个 步调一致的协同效应 就是大家都跑了 OK 然后你会看起来 好像有个蚂蚁在通知它们 实际上没有 它完全是自己来决定的 OK 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 单兵作战和局部协同的 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案例 OK 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说蚂蚁 形成社会结构主要是三点 第一有共同力 第二有这个新的增长点 有裂痕 对吧 第三呢是它有内部的精细的分工 那么蚂蚁实现合作的经验 其实也是三条 就第一 它需要有一定的单兵作战的能力 而且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呢 没有人可以干涉它 是它自己来决定的 就所谓 有一句名言嘛 就是让听得到炮火的人 召唤炮火 就是感觉 它自己说了算 那第二呢 它不需要上帝视角和指挥官 它只需要临近的蚂蚁之间 形成某种特定的影响就可以了 就这个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对吧 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 就只要有这个感觉 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会呈现出刚才我说的 搬家也好 打仗也好的这种行为上的 高度的自组织的行为 可以让一群非常渺小的个体 完成一些在你看来 就无法想象的宏大的任务 包括修建一个巨大的蚂蚁窝 包括搬家 包括打仗 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我一个生物学家的执念 我认为可能未来人类的组织 如果说大象型组织的那些固有的问题 无法克服的话 看起来至少在进化的视角上 它是无法克服的 那么蚂蚁型组织是一个生物学 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就是它可以克服那些问题 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描述 对吧 你们肯定有任何实际的经验 组织经验的人都会反问我一句 就是你这是理想化的情况 那人又不是蚂蚁 对吧 你怎么可能让人像蚂蚁一样工作呢 放弃它的一些特点 然后执行蚂蚁一样的任务呢 那我倒觉得 我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我的反驳 就是我认为在人类世界中 尝试或者说 任其演化出类似于蚂蚁这样的组织 实际上是有它的可能性的 或者说我叫它蚂蚁型组织 在人类世界中能够成立的一些基本的假设 那第一 对内啊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大线型组织对内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找不到合格的螺丝钉 因为人是人 人不是工具 人可以被短暂的利用某些诱惑和这个 惩罚让它变成工具 但人毕竟不是工具 人有变成 从工具变成人的冲动 但这个冲动对于蚂蚁来说是好的 原因很简单 刚才我们说了 蚂蚁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单兵作战能力的 而且对于蚂蚁来说 它单兵作战的能力还不是单一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 一个简单的分工 就是一个蚂蚁 既需要干内型 也需要干外型 它其实是一只工蚁 在它有限的生命当中 是有机会便利所有蚂蚁窝里的角色分工的 包括照顾后代 包括挖蚂蚁窝 包括出去打仗 找食物 只要它有足够的机会 它就可以便利所有的可能性 那这个其实反而像新时代人类的特征 它不希望被约束 实际上它有实现多种角色的冲动 这是我觉得对内的一个特点 对外的好处 其实也是和大相形组织相对的 我们刚才讲 大相形组织是一个中心化的 感受环境变化和应对环境变化的机制 因为有大脑嘛 它的好处是效率高 它的坏处是干坏事效率也高 那对于蚂蚁窝来说 它没有中心化的指令系统 所以它一定会丧失一定的效率 但是如果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 或者环境变化非常剧烈的时候 它其实不需要这种效率 它不需要这种中心化的效率 它需要的是 能够随时灵敏地知道 环境中发生什么变化 然后及时通知其他人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蚂蚁窝是告诉我们 对吧 所以这几条加在一起 我觉得会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说 蚂蚁型组织在人类的世界中 出现的话实际上是有它的需求的 就我们有需求建立一个 对内强调自我驱动力 对外强调对环境灵敏感知 就是以提高在波动的环境下 生存的能力和效率的 这么一个需求的 OK 那当然了 有这个需求还不够 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就是怎么做 对不对 说到怎么做 这就不是这个 我一个生物学家 能给大家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抛出一些问题 可以供大家去想 就你要建立一个 人类世界中的蚂蚁型组织 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每一条 只是简单地给大家概括一下 那第一 首先它需要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吧 这个 而且这个利益共同体需要 肯定不是在基因层面的 对吧 这个 大象型组织和蚂蚁型组织 是建立一个基因层面的利益共同体 只是大象更严密 蚂蚁稍微松散一点 那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在这两者之外的利益共同体 那这个利益共同体 曾经一度在人类世界中 主要是靠钱来实现的嘛 对吧 这个 为什么朱贝林愿意拧螺丝丁 显然是因为老板付了他工资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一潮大概 还管用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管用 因为当大家的 基本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 这个吸引力和这个 诱惑力在降低嘛 所以我们显然需要这个 在内之上的共同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气味形成 这个逻辑很简单 这个蚂蚁窝的气味 其实就和人类组织的 使命愿景价值观 是一个道理嘛 对吧 那我们想象一下 大象形组织的气味 是中心化富裕的嘛 就像人类大部分的组织的气味 实际上是创始人富裕的一样 对吧 这个所谓的 我们经常说一个企业的基因 组织的基因 本质上讲就是创始人的基因 不忘初心的这感觉 但是蚂蚁我给出了 我们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这个气味 不见得需要 是单个个体富裕的 它可以是所有个体 共同塑造出来的 这个好处当然是 它不太容易被改变 就是它不会因为 任何一个单个成员的离开 和加入而改变 因为它是所有人 共同赋予的 每个人只贡献了一小部分 对吧 同时 这个蚂蚁型组织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对于单个的成员来说 它被赋予了更多样化的使命 它可以选择 自由的加入和退出 它可以便利一个蚂蚁窝里 所有的角色 然后同时它具备 单个的感知环天变化 以及通知其他人的能力和机会 所以那是对于单个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 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 那我觉得我们在人类世界中 建立一个类似于蚂蚁型的组织 实际上是可以想象的 甚至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今天实际上 罗老师昨天问了我 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他说你在人类世界中 有没有例子 已经再向蚂蚁型组织改变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大型型组织的问题 实际上很多人已经看到了 包括很多管理学和组织学的研究者 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那有没有人已经开始朝这改变呢 那我的答案是 我没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在看到 很多信型的商业组织 包括互联网公司里 它的共同利益的塑造也好 它的气味的形成也好 它的员工的角色的要求也好 已经不像大型型组织一样非常刻板 就是我们对员工的想象 已经不太像朱别林 反而像一个公益了 对吧 OK 当然 这条路显然还没有进行完 我今天只是抛出了一个未来的愿景 有一天也许 人类世界会出现蚂蚁型的组织 到那天可能会有人类世界的组织学家 和管理学家去研究他们 但是在那之前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我想先抛出这样一个可能性给大家 OK 那这可能是生物学对于其他 或者说进化论这种思维方式 能对生物世界之外的贡献 就是既然它应对的是复杂系统的问题 就是进化论解决的是一个复杂系统 怎么出现 怎么适应环境 怎么运行 怎么自我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复杂系统不见得只能是生物系统 就所有的复杂系统 可能都能用到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那这也是我可能最后要留给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Life always finds a way 就是当你觉得遇到了一个 有史以来从来没有 人类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 你自己人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能让我们稍微踏实一点的答案 那就是在40亿年的进化历史上 生物应该找到过方案 生物总是找到办法 那这个办法也许能帮助我们大家 至少能给大家起目安慰和启发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过去这一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我向大家保证 这就是用中文讲的最好的生物学课 对 如果没有启发俱乐部 你必须以高考的高分考中 211大学浙江大学 然后才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课 谢谢浙江大学的生物学家王立明老师 谢谢 我很兴奋啊 因为在过去的这两年间 我不断地读到王立明老师 从杭州发来的这门课的课稿 然后每一次都感觉更兴奋 因为他给我不断地重大的刺激 然后呢 他又根据这门课的课稿 再写一本书 王立明老师刚才在后台跟我说 是这么说的 说等这本书出来 他前半辈子写的所有的书都可以烧掉 因为这本书太牛了 那为了让这本书非常非常的牛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这本书我们要慢慢地出 可能到明年我们才会把它推到市场 明年423吧 读书日 我们争取能够见到这本书 好 那最后我作为自封的大家的课代表 我来说说我对王立明老师的进化论的 其实不是什么感受 就是我的自我反应的一个打捞 学习王立明老师这50奖的进化论课程 具体的知识点和我的启发我就不说了 最强烈的一个感知是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生物太可怜了 就可怜到 它不是说别的可怜 是我们无法用真实的时间感 来反思自己 生物这个现象在地球上出现已经40亿年 往后还有极端漫长的岁月 地球不毁灭 这个过程是一直在进展 这个进展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各位 没有对错 任何对在下一个时间点上都可能错 任何有效的很快的就是无效的 短时间的称霸 在下一个瞬间可能就会导致毁灭 6500万年前的恐龙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任何是对的 这跟我们这个渺小生命 对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想我们生下来 就像我不说别人 我就说我自己对吧 那我知道生下来之后 我就知道17岁有一次叫高考的时间节点 在那个节点上我有清晰的对和错 就像我现在我就知道 年底的跨离演讲还有80多天 那场讲的好和不好 那是有明确的成和败 我们都是用这种绝对的是非来匡定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用一个一个的结果 一个一个的是非对错来组结成的 可是在学习王黎明老师的进化论课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强烈的这样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关于成败对错的感知 都极其的虚妄 极其的虚妄 好像在进化里面 他指认一个东西 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基因给留下去 在这个舞台上只有这一个是天道 各位 终于懂了 党和政府号召生三胎的用意了 其他没有意义 其他没有意义 这是开玩笑的 这恰恰引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我不知道从哪看到过一句话 说人是世界上所有生物当中 唯一一种 拥有两个生殖器官的物种 一个生殖器官 那当然就是生殖器官 还有一个生殖器官 就是我们用脖子顶的这个东西 大脑 刚才王黎明老师说到一个词叫昏飞 就突然控制减弱了 那个雌雄就在天上开始飞 然后去找各种突破 我们今天的启发俱乐部不就是一次昏飞吗 大家放纵自己的大脑 来到另外一个脱离自己本来社会角色的空间 然后自由的 王黎明老师在上面讲 然后你用自己的感知自己的认知和它去对撞 然后一定产生了新的念头 新的创新 这就是一次昏飞的过程 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 帮助我们把自己的基因流传下去 可能是一支歌 可能是一本日记本 可能是一个微信公众号 可能是你做的抖音 也可能是你对一个孩子的尊尊教导 也可能是你写的一本书 也可能是你在环境当中 你甚至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影响的一个人 好在我们是人类 所以我们有着第二个生殖器官 所以我们有可能让自己的生命 以某种方式传递下去 所以学完了王黎明老师的这门精华论的课 我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澄清 非常的简单 就是要么创造 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别人 支撑到别人 要么就响应政府号召 老老实实回家生三代 只有这两个道理是硬道理 要么创造 要么生育 都要 或者像王黎明老师这样 既创造又生育 好 进化论给我们展现的那个时间 带来的那个变量的精彩 当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我听到一个故事 今天我忍不住拿出来分享 本来这个故事我是要留到跨年音讲讲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1952年 1952年 刚解放 北京城有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呢 在历史上以两个特征而闻名 第一个特征叫特别扣 特别扣 据说到他们家来做客的客人 吃到的点心 永远是那一盘 因为他端上桌是永远不会让你吃的 然后那盘点心已经割了好多年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他是大艺术家 齐白石 这么个老人家 很有意思 性情中人 因为他一生卖画为生嘛 所以他靠卖画挣钱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 比他还抠 老找他 你白给我画一幅 齐白石不敢 必须给钱 他这很抠的朋友呢 有一天终于下了决心 带了两块鲜打烊 两块鲜打烊 找齐白石画画 齐白石说 这辈子没画过两块鲜打烊的 钱太少了 这不行 这个朋友还说 你给我画个鸡呀 画个鸭呀 画个鸽子 画个虾呀 画个鱼呀 还在那说 齐白石说不行 两块钱念在多年朋友的份上 我不能给你画糊的 于是给他画了一碗咸鸭蛋 你看也是蛋白质 在生物学上看仍然是蛋白质 但是不是活的 画了一盘咸鸭蛋 因为钱太少 齐白石还画的咸鸭蛋 其中一片是空的 一碗咸鸭蛋 这个朋友看完之后就觉得 这也太素了吧 没法往家里挂呀 又从兜里摸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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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出五个铜板 说要么你再给我加一只锅锅 好歹有个活物嘛 对吧 加一只锅锅 齐白石说 我这儿画一只锅锅 关架十个铜板 五个铜板不行 这个说半天 你不行 你再给画一个 齐白石说 这么的吧 我在碗边上给你画一苍蝇 大家看见这是苍蝇了吧 画一苍蝇 这两个空门三 之间的这个 在发生在1952年的博弈 话说 七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据说 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 我不保证真 前不久我在微博上看见的 据说 就在前不久 一次齐白石画作的拍卖会上 这幅画 因为有这只苍蝇 多卖出了二百万 那道理很简单 齐白石一辈子画各种活物很多 画咸鸭蛋好像只有这一幅 所以多卖了二百万 哎呀我 我不知道这故事真假 我特别不愿意求证 万一这故事是编的啊 这就太没劲了 但是他在告诉我什么 他在告诉我就是 资源有限和匮乏 当下的斤斤计较 逼出来的那种创新 就是王黎明老师今天讲的 生物总有办法 但凡是一个精彩的办法 它都一定是因为匮乏 由匮乏带来的艰巨的挑战 它才有所谓解决方案 而这种解决方案放在漫长的时光里 经过时间这个杠杆再放大 它没准就会变成精彩的加持 这就是这幅画的故事 两个抠门的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七十年之后 多卖了二百万 两块现大洋到今天 这就是我们脑子里的进化论 王黎明老师 关于蚂蚁的这一段精彩的论述 实际上我很久之前就听你讲 然后一直到今天 我听到了最完整的版本 它一直在进化 它当然很谦虚 它只恪守自己生物学家的本位 只讲生物学这一部分 它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刚才我观察北京得到学习中心 现场的观众眼里的光 我知道每个人都在对照 在思考你们身边的组织 以及你们身边组织 有可能发生的那些创新 几十天之后 我们今年的时间的朋友 跨离演讲就要登场了 那最近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就是今年跨离演讲说什么 2021年不好说对吧 那前不久我们宣布了 今年的跨离演讲我们的主题是 原来 逗号 还能这样干 对吧 所以很显然我们是想呈现这个世界 各种各样 像生物一样的精彩的解决方案 有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自己的干法 当然也要发生一些小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想干一个事 其实就是王立明老师讲的 我们能不能用蚂蚁型的组织 来干这件事 所以今年的跨离演讲 我们不想做大象型组织了 有罗帕口述八篇议论文 大家来试 今年我想 能不能把跨离演讲切碎 讲上个三十段 四十段 精彩的 对我有启发的 我不愿意用那个词叫段子 但是是小段 我想大屏幕上应该滚着序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直到四十个 把四个小时讲完了 那这些小段子怎么来 当然我这儿已经有很多存货了 但是我还对得到的用户 有一份狂热的期待 我觉得大家能不能 一起今年来共创 你眼里的世界 你眼里的精彩 你眼里的问题 你带来的解决方案 今年我们和一个工具吧 做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合作 今年我们公司内部切换了使用飞书 作为我们自己内部的协作工具 请注意 飞书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 我这么一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飞书 不过就是一个内部协作工具 但事实上你用起来你就知道 太颠覆了 你很难想象 一个内部的组织的协作工具 做事 它居然不是围绕层级 不是围绕功能 不是围绕权力 甚至不是围绕人来展开的 那是围绕什么呢 事儿 一个一个的事儿来展开 这是飞书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震撼 所以今年的跨年演讲 我想在筹备期 我们就能不能按照蚂蚁的方法来干 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到 今年的跨年演讲的策划当中 我现在邀请所有的得到用户 总得扫个二维码什么的吧 对 总得有个 我们现在那个主讲区 旁边应该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如果愿意参加 可以参加进来 那在里面你可以干什么呢 第一你可以提问 这提问不是问我 是你觉得跨年演讲 今年应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回答 留下你的答案 你还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你认为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今年的贪中和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比如说限电到底说明了什么呀 全世界的供应链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呀 如果你想给全国人民推荐一本书 它应该是什么 你可以带领你身边的人 邀约你身边 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一起加入这个共创 我们先生成了一个文档 我们在这个文档里跑着看 这个文档像一个蚂蚁窝 它会生出更多的文档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讨论有意思 我们就会昏飞一死 而生出更多的文档 比如说有什么好物 大家推荐 有什么好书 大家推荐 有什么模糊略的人 大家推荐 在这个文档的生长下 没准会生长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社会的价值 那今年的跨年演讲 我们一定会在大屏幕上 任何给这个文档 带来重大价值和启发的人 你的名字 就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到时候我会现场感谢你 谢谢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无论你是在北京的现场 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学习中心 那就赶紧扫那个二维码 或者现在在线上的用户 扫那个二维码加入我们 然后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 有阶段性的成果 我们也不断地会向得到用户去汇报 如果你此刻并不再看直播 那在我们这个启发俱乐部的 音频的附属的文稿里 那个二维码我们也放在那 它持续有效 我觉得这个社会从细菌性组织 像大象性组织 当这两种组织 都不足以满足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 一个蚂蚁窝的模型 来再完成一次精彩的创作 我 罗胖扮演那个 不断生孩子的蚁猴 它既有控制的部分 也有自由的部分 既有共创的部分 也有无情筛选的部分 做一个社会实验吧 看它能不能成功 我们如果这个社会实验成功了 王黎明老师下次在浙江大学 还是哈佛大学讲蚂蚁的时候 能不能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人类社会终于出现了一个 蚂蚁型的行为 好 非常感谢各位 来到今天的启发俱乐部 我们线上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那下一周的启发俱乐部 也是周三也是晚上八点 我们是在昆明 进行一场启发俱乐部的专场直播 我们请来了 我最喜欢的作家 勉强加个之一吧 郭建龙老师跟大家聊《丝绸之路》 在昆明下个周三晚八点 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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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